我很想靠演員找到成仰頭架 我想香港大部份的演員都沒有做到這件事 其實你看這行業 就算不是要大富大貴 要平平淡淡的餐飾食 你看到很多年長一代的演員 其實他們堅守著這行業 但他們在做幾份工作 有駕駛的士 有做裝修 我以前幫人搬家師、砌家師 自己做兼職 做商場推廣策劃 其實我們自己做這麼多戲為甚麼 就是喜歡做這一行的事 無論自己為例 無論自己演得好不好 我很想做演員 我很想去演戲 你就要找其他支持 因為以前我一條拉無所謂 即是沒有家、沒有性、沒有負擔 但現在有家、負擔是你更加 但你又想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所以我覺得我們香港的演員 真的不得頂 我不用慘的演員 我覺得我們很值得大家尊重 是難賺食的 是難為此的 再說哭了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厲害的地方 因為我們經常會做事情好 但做事情好的時候 人家就會覺得你很麻煩 但我們為了甚麼 大家不會想這件事 只會想自己 你麻煩 你挑戰我的事 其實這叫溝通 我們不能溝通的時候 我只聽你的 我覺得這樣對整件事未必有好處 但他就覺得算了 整件事很圓融 這是我要跟他學習的地方 我們現在拍攝《鮮奶旅行團》 拍完之後 其實我覺得這邊的自由度很大 老實說 我們發揮的機會大很多 是 闊很多 很多東西是比較無限制給我們 總之你去吧 你盡量去吧 其實就是因為TV 站在那裡拍攝 他們以前很多東西 是他們自己所謂的自我審查 你可以這樣說 就是很多東西都害怕 拍攝不敢碰 跨越雷池半部 但在那個時刻 令我們都學會了一個底線 我們在拍攝時 都會知道哪些說話 說得哪些說話不能說 不要得失人 不要令人難堪 我們會知道 工作樣多 即是他不會有一個攝影師 還要打燈 還要收音的情況發生 整個團隊的支援很強 這是真的 我不知道的預算都打定了 因為這是我從來都不關我的事 因為我不是在製作 我也不知道舊公司 新公司多少錢 我只是出演員費 但是你會見到 譬如我們今次的《鮮奶旅行團》 除了12個《鮮奶旅行團》 再加上今天14個之後 我們有十多個工作人員 我們通過了30個人 這邊是輕鬆的 我認為是輕鬆的 你很清楚知道發生甚麼事要找誰 不是說我是不是找你 甚麼都是負責 你又要買東西買菜 然後又要甚麼甚麼 全部都是你 不是吧 這樣吧 我不想搞其他生意 我只是找食 我很想靠演員找到食 養到頭架 但是香港不是每個演員 可以如願意常 可以靠演員找到食 養到家 香港我想大部份的演員 都沒有做到這件事 我想你接觸很多 甚麼是認識 香港很多人都認識我 認識誰的都認識我 但為甚麼我拿不到誰的工作 因為他紅我不是紅 你認識我不是代表我紅 你身上有決策者也分不清這件事 這樣談甚麼 不是 我們樂觀面對 我們開心的 是 樂觀 即是我們很享受 我們享受到 即是要真的演到一個好的 或者一個角色可以出來的話 自己也很享受 這些是用錢和任何東西都買不到 而且這個成就感 是第二行亦都給不到你的東西 這只是事實 所以每一行都是這樣 超過70萬獎品等你抽 第一重獎 勁抽01積分和違權 第二重獎 包括11 Pro Max Sony Smart TV 還有大神風筒等等 立即參加01最想看娛樂大獎 入這個網址 勁抽雙重獎